现在我们来开始画上海东方明珠 首先我们有了一个草稿 然后呢 慢慢的把它的轮廓 基本轮廓描出来 这里可以轻轻的把笔放松的去画 让这个线条呢更有弹性 这样子我们的线条就慢慢的有了韵律干 好 好 好 完成了 我们可以放一支细一样的笔 轻轻的在这个轮廓的内部 去把它勾选出来 我们可以在有些地方 把线条稍微断掉一点点 让它更富有变化和弹性 我们继续 在细节上可以先刻画 但总体还是先把外轮廓 去把它勾勒出来 我们勾的时候要注意它一个球体的一个结构 我们在细节上可以继续 在勾涂的时候 比如说这种弧线的线条 那为了形成它的一个弧线的一个动态的韵律 可能我们要轻轻的屏住呼吸 然后一笔把它的动态描绘好 我们可以增加一点小小的细节 只要不影响它大的轮廓线 我们在屏住的地方要着重的去描绘 加强它的一个力量感 让它可以撑起高处的一个结构 就是这样的一个力量感 我们在画这些 直线建筑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让我们的手感 更加的放松 线条可以适当的抖动 这样才能把 建筑的这种直线的这种 线条的动态控制好 使它不容易歪斜 而且适当的抖线呢 抖动保证了它的直线的 动态轨迹之后呢 还可以体现了手绘的这种魅力 不是机械的用尺子去把它刻画出来 而是用通过手这种放松的这种状态 去把它描绘出来 记录出来 在画的过程中呢 也不用特别刻意地均守某一种 规则 就是 有时候画画是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 你只要非常开心地去表达 想去表述你想要表述的东西 这种过程就非常的 很棒的一个状态 然后会使你在 绘画的时候 获得更多的乐趣 也会产生更多的创作灵感 毕竟捕捉美的过程 是非常的 让人开心的 我们只有不断地 发现美 我们才能在生活中 感受到非常愉悦美好的感觉 在绘画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神奇的地方 有很多 你看不到 平时看不到的一些 关联的东西 在绘画的时候就发现 原来与我平时的印象完全不同 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体验 你会用另外一种视角 去观察到绘画的一种魅力 是你日常不能发现的一种 奇特的视角 这样你看待这个世界 会有多一种不同的体验 感觉你又多了一种 新的一个世界观察点 这样子 这样子会不会觉得非常有趣呢 我们可能有一些地方 勾选多了 在描绘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疲惫的视觉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 或者换一个区域 去调整 这个画面的平衡感 毕竟我们要 非常照顾到它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感觉 这就像在生活中 很多东西也都需要考虑到一个 整体的平衡的状态 绘画呢 让你非常 安静地去细细地描绘它 观察着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每一种不同的 特别的地方 并且你每一次的观察 它会都不一样 因为每一天 都是新的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的光 每一天的风 最明显的季节变化 都是不重复的 也跟你的心情非常有关 你观察到 并把它描绘出来 你会发现 你每一次的描绘 都会有新的发现 当你沉浸在 发现这个世界 非常不同的一面的时候 你陶醉在其中 这种状态是非常的 愉悦的 你还可以 这样放松的 舒适地把这种状态 通过绘画的形式 把它记录在字上 这也计划 这也计就是艺术最初的初衷吧 我们平常 会发现 我们笔下的建筑 或者是自然的东西 非常的宏大 但我们却要在 小小的一张 方寸的纸上 去记录它 这种尺度的变化 你在绘画的过程中 去体验 是非常的有趣的 也许你会在绘画之后 不知不觉地 对这个世界的观察 有些有新的发现 所以人们经常说 艺术家中的世界 和不是艺术家的人的眼中 差别真的非常的大 这就是因为我们 不断地去 用新的视角 去观察和记录 这个世界 每一种 有趣的现象 刚才我都提到 每一天 它都是新的一天 那么 其实它每一天 它的光 它空气 它的风 是每一种事物 它都体现出了 不同的风貌 比如早晨的雾气 会使我们 看着上海东方明珠 呈现出的一种 梦幻的美感 在朦胧的雾气之间 若隐若现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它们又会呈现一种 暗长滑光的一种美感 当然 这种 感受呢 是每个人 不同的理解 而且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季节 它还会有 更多的变化 平时 很多人可能就用 文字去记录 去记笔记 记下自己的愉悦的感觉 或者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用绘画的形式 去记录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 或者你的心情 你的状态 换一种方式 会有更多的体验感 你在不同的位置 观察到它们 它们呈现了光影 呈现的造型 非常的多 你越观察 就会发现 哇 好多细节 可以去看 单单是景色 就已经是这样了 就更不要说 其他生活中的事物了 观察得久了 你会发现 自然中的光 赋予了似乎所有的灵魂魅力 其实简单来说 这就跟滤镜一样 一件平平无奇的东西 就是日常 大家去看 去这么评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给它打上一层 非常奇妙的光 最明显的 比如说 通过一些艺术家 的手 比如摄影 它们会捕捉光 会体现非常非常 似乎非常非常美好的一面 让你非常惊叹 但是摄影的过程 可能会相对 跟绘画的感觉 会非常的不同 绘画是在 这个过程中 慢慢的去 描绘 去体验 这是一个过程的 一个感受 摄影可能就是 非常仔细的去观察 然后捕捉 最美好的那一面 这边是 对 我会发现 这个过程中 这边是 这边的红色 就会发现 很明显 这边是 充分之的 有点 有点 可以发现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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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基本上 勾了了大部分的一个外轮廓之后呢 我们需要强调一下 主要的东西 它是突出的 就像我们观察 世界万物一样 总会被某一样 重点吸引 我们很难说 把所有的时间 或者目光 驻足在所有的 事物之上 所以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 比较重点的地方 同时这样的做法呢 让你能发现 你在理性观察的时候 跟随性去观察 这个 思物 的感觉 又是一种不同的体验 而且通过层次的这种描绘 和训练 你会发现 有时候 你看那些物体的时候呢 你去记录和观察它们 会更加游刃有余 我们舒缓地去放松地去记录的时候呢 有非常多的方法 我们从最初的改性 然后再进入到理性 这两者结合 就会使我们的表达 更加有 富有魅力的这种效果 我们从最初的改性 绘画呢有很多很多种方法 有的是一次成型的 有的是不断的生化 不断的生化 它可以一直一直不停的去修正 所以在这过程中 有时候你可能无法预料 它最后形成的效果 有时候这种惊喜 凡好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有时候一些层次感的 分析理性分析 让我们更加的体验到 这个世界立体的感觉 空间是无限宽管的 我们平时提到的多维 可能已经是我们 陷阱条件都非常难以理解的 但是不妨碍我们 不断的去探索它的 魅力所在 它的特色 对于是我们的